近日,有关南宋与蒙古的历史上一战再度引起广泛关注,这场令南宋朝廷手足无措,时局岌岌可危的战争,被称为大军压江南,蒙古军队的凶狠入侵,给南宋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 而在这次战争中,南宋的英勇表现以及内外配合的高超战略,使得南宋王朝挣扎着保住了江山,以史为敬,可以知心替,以人为敬,可以明德诗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,公元1275年正月15,对于南宋百姓们而言,这本当是一个十分欢庆的日子,以往的这个时候。 天子本人会站在皇城之上观里,城内上上下下都会张灯结彩,还有花车表演,一片欢乐祥和,然而在这一年虽然各种节庆的装饰已经挂上,但是人们的脸上却写满了忧郁,甚至有着些许恐慌,在刚刚前不久,前线传回了一个噩耗,蒙元大军攻陷厄州城,经武汉武昌,宋朝大将吕文焕投降,吕文焕的投降,在军中掀起了连锁反应,吕文焕从军数年, 自立甚老,南宋王朝北部防线的守将,几乎个个都是他的旧部,正月初,黄州沿江自治,赴使陈毅投降。 11日,齐州首将管警魔投降,13日,江州吕诗魁,江西前真孙投降,14日,南康叶昌投降,最令人气愤的,莫过于安庆府的范文虎,援军尚未抵近,他便早早地,派人备好九转,跑到了江州,欢迎元朝大军,原本坚不可摧的长江防线,现如今破开了一道无法弥合的大口子, 猛元铁骑最近的一支部队,距离南宋都城临安,只剩下了200公里的路程,一个极度危险的念头,浮现在了南宋君臣每个人的心头,自己马上就要变成王国奴了,猛宋之间交战40年。 还从未有过如此紧迫的时刻,以往就是再大的败仗,南宋朝廷也都能够保留住完整的长江防线,多少挽回一点颜面,殷山早就被狐马给踏平了,这点没什么好说,不让狐马渡长江还是勉强能做到的,在南宋长江防线中,最为重要的便是两个支点,襄阳和鄂州,这两座城镇不单单有着丰富的人口,在军事,经济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,如果失守,那么整个局势将会失去。 将会彻底被动,然而,襄阳城这座本应作为前线重镇的城池,却在南宋平庸的军事指挥下,成为了放血槽,早在1267年,蒙古大军便展开了对襄阳城的围攻,在之后的几年里,南宋朝廷多方调动,倾举国之力持援襄阳,然而令赵家皇帝想不到的是,自己这一步起正中蒙古人的下怀,蒙古大军虽然早已兵临城下,但并不急于攻城,而是四下挑选山川要地,进行埋态, 采用围点打员的方式,来消磨南宋有生力量,五年时间,南宋共组织了15万大军,13次支援,但军遭够到失败,非但没能解襄阳之围,更是空耗国力,流尽鲜血,1273年。 襄阳城破,以南宋的惨败告终,更为致命的是,蒙古大军在围攻襄阳城期间,还在长江流域打造了一只强大的水尸,并且在正面交战上,战胜了南宋水尸,使得整个朝野未知动荡,南宋苦守几年,襄阳城最终还是迎来了城破的结局,襄阳城的丢失对于南宋军队而言,在士气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, 南宋军队在平原作战上远不是蒙古人的对手,但他们也并非一无是处,一直以来都以守城和水战为傲,可是到了现如今,守城和水战一样都没打赢,这使得整个南宋王朝,从皇帝到百姓。 从大臣到士兵,士气跌到了谷底,这进而导致,在1274年底至1275年,蒙古大军再度来袭之时,以吕文焕为首的江防部队开始了成建制的投降倒戈,到了1275年正月结束,南宋王朝所控制唯一的长江防线据点,便仅剩吾湖一地,从此之后,南宋腹地对蒙古大军彻底敞开,再无任何天险可以聚守,建国315年的宋朝, 此时已经开始了灭亡道计时,仗打到这一步,留给赵家天子选择的余地并不多了,要么历经图治,效仿项羽,来个背水一战,要么果断认怂,不要在意脸面,缴纳碎臂,多称一年是一年,毕竟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,贾四道的背弃,南宋最后的败笔,贾四道作为南宋的统帅,却在丁家周治战中表现出背弃国家的懦弱行为,面对暂时的失利,贾四道并没有选择, 选择重整旗鼓,而是陷入恐惧和绝望中,只一心想逃命,他找出各种借口,向谢太后诉苦,企图将责任推在别人身上,然而,谢太后无奈,南宋朝廷已经没有其他能战志将可用,只能继续依靠贾四道,然而,当原宋两军再度交战时,贾四道又一次脱逃,南宋军队再次遭到败北,南宋军队溃不成军, 原军如狂风暴雨般扫荡,南宋士兵纷纷被俘,被杀,丁家周治战,南宋军队损失惨重,原军占领了丁家周,这一战,宣告了南宋灭亡的开始,贾四道的背弃可谓南宋最后的败笔,他作为南宋朝廷的高官,本应尽忠职守,为国家拼尽全力,然而,他却选择逃避 责任,背弃了南宋朝廷和百姓,对南宋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他的背叛,不仅让南宋失去了一个能够指挥作战的将领,也破坏了南宋士气和军心 贾四道的背弃,使得南宋一方陷入了绝境,无力抵抗援军的进攻,丁家周治战是南宋灭亡的标志,他标志着南宋朝廷的最后崩溃和援朝统治的确力,这场战争的结果,南宋朝廷元气大伤,国力衰败,再也无力翻身 接下来的几年里,援军不断进攻,南宋朝廷节节败退,最终在1279年,南宋灭亡,贾四道的下场和影响,贾四道的死,是由于他在逃亡和流放的过程中,遭到了暗杀和谋害 贾四道在逃跑后,先是逗留在扬州,不肯回到临安,在强大的压力下 太后被迫将他罢处,贬为高州团练副使,但这个处罚无法平息民怨,朝廷内外都坚决要求处死贾四道,以谢天下,福王赵宇瑞,及后来的宋公帝,厌恶贾四道,慕有能杀四道者 使送之贬锁,会计县为郑虎臣支付郑勋,曾经被贾四道贬死,为了报仇,郑虎臣主动要求压戒贾四道去寻州 在压戒的路上,郑虎臣对贾四道进行了各种折磨和辱骂,令他暴晒在阳光下,让教夫唱杭州歌嘲笑他,每次斥骂四道,辱之备至,他还逼迫贾四道服用兵片自杀,但贾四道没有成功 到了福建漳州龙溪县木棉安时,贾四道被郑虎臣杀死在厕所里,他的尸体则下落不明,贾四道的政治影响,一方面是,他在主政期间,曾经推行过一些内政改革,如公田法,废除和敌,减少纸币发行等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缓解南宋的财政危机,限制豪强势力,保护百姓利益,也有一定的正面效果 他还提拔了一些有才能的文人士大夫,如李廷之,文天祥等,为南宋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,他在外交方面,曾经多次与元朝议和,割地赔款,称臣纳贡 损害了南宋的国家利益和主权,也失去了民心和士气,他在军事方面,也没有有效地抵抗元朝的侵略,反而逃跑投降,导致了南宋的灭亡 他还排挤和诬陷了一些忠良和有功的武将文臣,如曹世雄,高达,向氏璧等,削弱了南宋的抗援力量 他的死,也使得南宋的朝廷陷入了混乱和无力的状态,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,最终被元朝灭亡 贾四道的历史评价,一般是负面的,他被认为是南宋的奸臣,是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宋史对贾四道的一生,几乎给予全盘否定的评价 直接列入《奸臣传》,但也有一些人对贾四道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政治家,是一个有功绩的改革者,是一个有智慧的军事家 他在主政前期,还有一些作为,如在《鄂州之战》中 他以滚衣黄月之贵,府同士族甘苦卧旗者数月,能够保住鄂州的孤城 扫除援军的铁骑,是一项不适之功 他的义和,也是为了争取时间,减少损失,保全江南,是一种有远见的策略 他的逃跑,也是为了避免被援军俘虏,保持南宋的尊严,是一种有智慧的选择 他在主政前期,是一种有智慧的 他在主政前期,是一种有的 在主政前期,是一种有明显的